在消耗他 然后他自己状态那么残哟 诶 葫芦娃啦 大哥走了 酱油来了 满地索地死了 呃 吃魔棒吃鲜火 绕树林 麻野一出来 一毛毛住 这波很棒 漂亮 上头了 这波可惜不打散一波 呃 算了 宰哥不是那样的人 哎呦 左剑 小剑也没成功 出来了 接漂毒 但是 在 有时间 它是 它是没毛还是没找好角度 导致其实光没有马上接毛 女王来了之后 一个大招要反杀对方两个人 宗斯批这个大弹批的应该不是下路啊 批的是上路吧 游戏是有那个 跳刀之后 得开 小鱼 看到 小鱼好兴帮脸上跳 开了 开了自己的暗影之舞 直接躲龙起 这的装 一键也没射到 马尔夫另外一边 碰了两个人 石王立下一个墓碑 呃 全能加上白骨 两个酱油 直接被带走 宗斯的输出还是有点高 蚂蚁这个时候 打对方这么多人 也打不过 有一个突袭 极限拉住 龙起 好了 跳到第一波 直接被摁住 这个跳到第一波 太难受了 贴脸上来的是一个小鱼人 他们对小鱼人的限制能力 太弱了 而且 雷奎的其他人也就在这附近 反手墓碑立起来 这个 马尔斯大招 关注的人 你就很难跑掉 嗯 有真眼的 有真眼 补了真眼 宰哥 一毛 哦 到了 一片黑 对方的主野区 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啥东西 嗯 来了 太雾了 两边都 在这个时间开悟 但是蚂蚁 被吵大了 毛布小鱼人两个突起闭死 呃 啥情况 宙斯 宙斯还在另外一边乱杀 他 他怎么还把全能给搞了 反正也没看见死哪儿了 好像是 被干了 马尔斯兰 跳端 接一毛 毛布小鱼人跟不上 白虎 呃 白虎跟龙奇打了一套反手 但是 马尔斯又立了个竞技场 白虎又僵住了 白虎又僵住了 白白虎 他 他 他这里就是 第一顿突起没跳到 他必须是两顿突起 都跳到白虎 才有机会完成单杀 不然杀不了 哦 帮母这医生也是 就 激动性比较高吧 嗯 大家上路这里 要杀这边龙奇 哦 大一波关 哎 你想救那就一起死吧 一起死吧 哇 你看他是一截血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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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预测前面是SECREIT啊 但是 我现在 有点觉得 LOOKREIT的 胜算会大一点啊 又是过来动一个杀不掉的小鱼人 女王把大招也吼出去了 小鱼人还是满血 属性已经透露不知道多少了 咒死一个大招小鱼人突袭再跳 龙骑倒之后全程骑士随之而去 还有还有跳 在天灰的这个视角里面 他们搬的也是一个露娜嘛 选出小鱼人就是这种打架能力强 那塔能力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过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还是可以杀完人再去推 小鱼人无所畏惧啊 紫怨我只有紫怨呗 跟你对抠看谁先跑 那全程总是在屏幕外被咒死一个大给打死了 你看不到人然后发现他又死了 有个邪恶境遇 独狗是有魔精的 刚刚应该是肉山的魔精给他了吧 呃对 这种局宙斯真的玩的是对方的 因为完全没人管宙斯 全在动这个有盾的小鱼 宙斯在后面随便才技能 终于受不了了打出积极 12杀临死12猪攻的一个小鱼人 结局是一个完美节奏 下期见